我們要研究呢 叫做喜歡的 評量劑 在喜歡評量劑這個測驗裡面啊 它就讓實驗者測試呢 如果右手呢 你看到這個字出現 你覺得這個字呢對你來說是正向的話 你就按右手邊的 如果這個字出現出來對你來說是負面的話 你就是按左手邊的 那呢像講說什麼是比較正面 或是比較快樂的 可能像希望啊花園啊 玩樂 你聽起來就覺得比較正向你就按右手邊 然後如果是比較負面 例如說什麼恐懼啊死亡啊 劈腿啊這可能是負面的 那你就是按左手邊 劈腿是負面的嗎 我覺得 是被劈還是劈腿 噢有道理 好 然後呢就是 就開始實驗了嘛 就發現呢如果是你先出現了死亡 然後下一個如果是馬上出現了 無聊 無聊也可以算是比較負面吧 你就會比較快按 然後如果是先出現死亡 然後再出現希望的話 你要按那個正向的那個速度就會變滿 因為我們人對於負面的事情呢 對跟正面的事情比起來的話 我們的強烈程度跟接受程度是比較快的 為什麼呢跟演化有關係 如果是我們在圓谷時期呢 我們因為呢錯失了很多機會 打不到臉 就頂多就餓一餐 或是可能餓一天這樣子 可是如果是我們對於負面的事情呢 好像說被那個老虎吃掉 如果你沒有注意的話你可能就 就沒有辦法再繼續反應下去 所以演化上面來說 我們一定是對負面的事情 反應一定是比較激烈的 那所以因為這樣子的關係 如果是沒有在學習的話 我們對負面的情緒接受 本來就比較多嘛 那在思想上面 我們就會比較多陷入在 就沮喪啊 憂鬱啊 這種情緒當中 那要怎麼樣改變我們的這些想法呢 有三種方式 大家可以看那個 《相與其相人》裡面就有講到 三種方式呢 可以改變我們的想法 第一個呢 就是冥想 第二個呢 就是我要跟大家介紹的認知治療 第三個呢 就是吃藥 把優結 所以呢 那個認知治療其實是真的非常重要 尤其是現在 現在為什麼那麼多相關的書籍 都在講內關的部分 因為認知治療真的是非常不孝的方式 那認知治療有哪些特色呢 大家可以看講義上面 第一個很重要的 三項特徵 你就會知道是我們的特徵很符合的原因 認知行為理論是由認知和行為主義演變而成 有三項很重要的特徵 第一個 他是非常重視解決問題的 然後跟產生改變 所以他不是像那個Roger 他就是無條件的積極關注 沒有再解決問題 他是要解決問題的 而且要產生改變 第二個呢 他是重視科學的方法 所以不科學的方式他是不會使用 所以他是很重視科學 第三個是 他是會監視和控制行為的認知里程 所以做出行為的改變 在認知行為里面來說也是非常重要的 謝謝 謝謝 謝謝